最近我总刷到什么成都迪士尼这个梗 让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真的是老了 年轻人喜欢的东西我有一点看不懂了 谢地 我要迪士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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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我以为谢地是哪个孩子的家长 孩子不听话闹着想去迪士尼 然后打听了一下说是一个rapper写的歌 年轻人特别喜欢 我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跟我年轻的时候 喜欢周杰伦的歌一样 被我父母那一辈的人特别的不理解 冲上热搜肯定是有原因的 好奇心驱使下去网上一巴 究竟原来是一个叫糯米的说唱歌手 在一个说唱节目的海选中 被现场一个叫谢地的评委给淘汰了 认为自己的大好才华 因为谢地淘汰自己而没有办法施展了 说唱节一般就是看谁不爽 就会写歌回堆 然后糯米呢就写了一首歌 什么谢地谢地我要diss你 放到网上配的场景呢 就是那个成都有一个小区 然后配的那个健身器材敲敲板 连糯米自己都没想到 这歌竟然火了 甚至带着成都这个不起眼的小区也给火了 吸引了无数年轻人前往现场打卡 嘴里唱着谢地谢地我要diss你 一开始我以为我看不懂 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缘由 可当我做了功课了解的之后 没想到我还是看不懂 就感觉很无厘头 这时候我意识到可能是真的老了 跟现在的零零后格格不入 成都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区 也就有几个很常见的健身器材而已 就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年轻人 纷纷前往现场打卡 甚至都参与其中 我无法想象现场该有多吵呀 看到周围的街坊林里都是很多都是老人 他们肯定是跟我一样一点问号 每天早上起床闹林就是窗外的那些年轻人 每天都是被这种魔性的口号围绕着 虽然我是看不懂 也理解不了他们 但一想到当下的年轻人都背负着学业上 还有工作上各种压力 能找个方式释放一下自己 可能也是一件好事 如果是我的孩子 如果他想成为这一堆年轻人中的一员 那么我会支持他去 但一定要在合理的时间 用合理的方式 不要给周围的邻居带去困扰 谁年轻的时候还没干过几件荒唐的事 只要不违法乱计 我都会支持 四川文旅肯定是没想到 想破脑子去宣传的什么九寨沟 四川乐山大佛等等 四川那么多好玩的地方 人家年轻人愣是没兴趣 一股脑全往这个老旧的小区去挤 几个翘翘本而已 竟然成为24年热门的旅游景点 并上了热书榜 接下来不知道 四川文旅能不能召入这个好机会呢 大家对当下的年轻人这种行为 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就可以在评论区里 我们一起聊聊吧 再见 感谢观看